第309集 锦荣院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 白家的人也许久没有这样齐整地一起到这里来过 以至于老夫人都有些恍惚 好像又回到了很多年以前 回到了一家人还能勉强维持平和 还都愿意做做表面功夫的时候 今日的晨昏定型是小夜市张罗的 她说 从前府里在这方面松懈了 妾身不想评价上一任主母 如今老爷信任妾身 让我坐到了当家主母这个位置上 那么妾身就要为老爷分忧 把后宅的事情给打理好 如此才能让老爷心无旁骛地去处理前朝的事 这话红市听了就觉得好笑 晨昏定型是应该的 但老爷都被停朝了 哪还有前朝的事 小夜市摇摇头 红姐姐此言诧异 老爷虽被皇上停了朝 但也只是停朝半年 再过两个月还是会恢复的 老夫人是一家之长 咱们省了什么规矩 也是不能省了每日给老夫人请安这一道 否则传扬出去会让人笑话 白家是六代妄族 必须言于律己 不然这个口子一开 今后可就收不住了 说完还一脸公签地问向老夫人 母亲 您说儿媳的话有些道理吗 她如今是主母 可以以儿媳自举 跟老夫人叫一声母亲 老夫人虽不喜着小夜市 但这番话倒是也挑不出什么错出来 虽说心里明白 小夜市这是在新关上任三把火 在为自己烧威信呢 而自己也并不在意什么沉昏定性 可如果立威的同时 也能将后宅给管好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于是老夫人点了点头 算是认同了她的话 见老夫人点了头 坐在小夜市边上的白花盐 可就有话说了 祖母都认同这个规矩 可是有些人却仗着自己背后有人撑腰 丝毫不将家里的规矩放在心上 更是丝毫不将祖母放在心上 这都什么时辰了 再耽搁下去就要用午膳了 可人家还是不来 我看这不是迟来 而是压根就没想来 毕竟如今人家位高权重 祖母在她眼里算得了什么呀 这话很明显是在说白赫然了 虽然白珍珍也没在这儿 但是红氏知道 白花盐是不屑跟这个庶女计较的 如今她是嫡女 嫡女就要跟贤女客 今日摆了这么一出 看来是那对母女共同的主意 要跟二小姐正面交锋了 红氏清了清嗓 发出一声讥讽的笑来 挑别人理的同时也多想想自己 五小姐自己又有多久 没望着锦容院来过了 若是五小姐天天都到老夫人跟前尽孝 那今儿个挑二小姐的毛病没人能说出什么 可如果自己都做不到 就别厚此薄彼 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再说 放肆 白花盐砰的一声拍了桌子 红飘飘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妾罢了 居然敢跟本小姐盯罪 这家里的规矩礼数还真是烂到了根里 一个一个都是什么样子 尊长不分 主仆无序 身为妾室 居然越祖带袍教训起嫡小姐来 本小姐要怎样做自由母亲教导 轮得到你来说 有这本事 你怎么不去教训白鹤冉那个小贱人 欺软怕硬 白花盐一语 令在场绝大部分人都联想到了一个词 泼妇 红是挺不愿意跟泼妇聊天的 因为掉价 但是他又发现 这白花盐撒泼是没有下限的 激怒这么个没脑子的所谓嫡女 是件很有趣的事 能让她的本性最大限度地暴露于人前 这买卖怎么想都划算 再者 不给小叶氏母女添点赌 她能痛快吗 于是婉儿一笑 稍微欠了妾身 真是对不住 妾身忘了您现在已经是嫡小姐了 还以为是从前的庶女和姨娘呢 就想着怎么骂我是妾呢 你的生母不也是个妾吗 不过这会儿倒是想起来了 叶姨娘已经成了三夫人 那树小姐自然也就成了嫡小姐 唉 时日太短 我这还没适应府里的变化 还请五小姐原谅泽哥 红氏听起来温言细语 可这话里一口一个叶姨娘 一口一个树小姐 可是把白花言给损得没了边 眼瞅着白花言又要发作 没想到红氏的话却还没有说完 只听她感叹了一声 又道 唉 今儿是怎么了 竟突然有些怀念起从前的大小姐来 人们一愣 大小姐 白金红吗 这怎么突然又提起这茬了 白星炎的脸一直沉着 这会儿听红氏说起大小姐三个字 脸就更难看了 这段日子以来 白金红一直都是府里的禁忌话题 因为那是白星炎最美脸的一回 她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妓女 她寄予厚望的东秦第一美人 居然落得那般下场 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死活 这几乎是她这半生最大的败笔 她强迫自己把这事给忘了 府里人也配合着谁也不提 就是不想打她的脸 不想让她太难堪 可是没想到 今日红氏把这个事又给拿出来说 她觉得脸被打得生疼 红氏很满意这个效果 继续道 以前不怎么喜欢大小姐 因为她总端架子 人又虚伪 还不是白家亲生的女儿 所以不太待见 可这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今日见识了咱们白家 新一任嫡女的风范 才知道原来大小姐还是不错的 至少支礼术有涵养 说起话来不骄不躁 不带脏字 是个大家闺秀的模样 就算是装的也能一装就那么多年 着实不容易 她一边说一边又看向白花言 五小姐没读过几天书吧 也是 从前府里请先生教学的时候 五小姐总是用这样那样的理由逃开 想必是没学到多少东西 更谈不上知书达理了 看来家里的教书先生该请还是得请 万万不能耽误了少爷小姐们成才 她扭过头跟身后站着的丫鬟说 记着些 回头告诉账房 这笔银子宫中给出 白花言气得几乎冒烟 红飘飘 你跟他骂谁呢 一个贱妾 居然也敢骂敌小姐 咱们府上还有没有假法了 她看向白心眼 难道父亲就任由这个贱妾在此兴风作浪 咱们家的规矩什么时候如此混乱过 这如果不加以制止 难保有一天 她也不再把父亲和祖母放在眼里 到时候再想管可就晚了 小叶是这时扯了白花言一把 开口道 就算是妾室 那也是你的长辈 花言 你不可以如此无礼 红姨娘说得对 从前大小姐在的时候 的确知理术懂礼法 说话做事有规有矩 为人也和善亲切 红姨娘对大小姐念念不忘是对的 如今府上的事 自有你父亲和老夫人做主 你不该如此说话 快快给红姨娘道歉 母亲 你还要被他们欺负到什么时候 白花言一听她娘亲这样说 也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些过了 再一琢磨 她娘亲提到红氏对白金红念念不忘 便知这又是个坑 于是声音放低 话里带了委屈到 从前二夫人在世 他们母女就欺负我们 我自幼就被她抱走 说是亲自抚养 可她教了我什么呢 她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 竟真是冲着红氏抚了抚身 也冲着白星炎和老夫人都抚了抚身 花言给你们赔不是了 都是我说话难听 是我没有教养 我也不想这样 我也想像从前大姐姐那样好好说话 可是养我的人没教过我 她只教她自己的女儿 把自己的女儿教得人见人爱 甚至如今都给我们白家闯下了大祸 连爵位的世袭制都没有了 居然还有人想念她 她白了红氏一眼 红一娘 白家怎么说也是你的夫家 你可不能这样胳膊肘往外拐 这番话倒是说得有些水平了 七拐八拐地给红氏扣了个 想念白金红的帽子 就连白星炎也跟着借题发挥 白金红是我们白家的罪人 红飘飘 本国公也不明白 一个罪人你有什么可想念的 你是巴不得他回来 再把我们白家拖累死 是吧 白花炎坐回椅子上 面上浮现出一丝得意 她就知道 如今她已经是敌女了 父亲说什么都会维护她的面子 一个妾竟公然同她作对 怎么会有好下场 可是红氏对于白星炎的责问 却一点都不在意 她只是提醒白星炎 从前的大小姐是老爷您和二夫人精心教养出来的骄傲 这十多年您可一天都没断过念她的好 还让其他的小姐们都跟大小姐多学学 试试大小姐怎么做人 怎么做学问 甚至连大小姐一颇一笑一举一动都需要学习 因为您说 大小姐的做派才叫做大家规秀千金之体 大小姐是珍珠 至于其他的小姐们就跟珍珠旁边的沙子似的 不值一提 老爷这话念叨了十多年 妾身如果还不说大小姐的好 那不是打您的脸吗 至于拖不拖累的 那是本事不经 跟教养没多大关系 你 大胆 太大胆了 白花言都惊了 父亲您看看她 这就是咱们家的戒 天哪 这要是让外人听到了 非得以为她才是主母不可 不对不对 主母都装不下她 应该是老夫人 这个贱妾是想当老夫人呢 话说到这儿 就听门口有脚步声传了来 咱们府上这是怎么个情况 父亲的人员混到这么差了 连五妹妹都敢咒你死 这是白鹤染的声音 可这话是几个意思 什么叫咒白星掩死 众人不解地看向她 白星掩大怒 混账东西 说的这是什么话 白花言也炸了 我什么时候招父亲死了 白鹤染你个小贱人 别在那儿信口胡作 白鹤染看了她一眼 没说话 倒是先规规矩矩地 向老夫人行了礼 孙女给祖母请安 愿祖母身康体健 看在孙女的面上多笑笑 不要被不懂事的人 缘绕了心境 平添烦忧 老夫人早就被白花言气的 心口发闷 深深地为白家 教养出这样的孩子 而感到羞愧 更是为这样的孩子 居然被捧到了 嫡女的位置上 而觉得愤慨 她不想偏帮谁 甚至话都不愿意说 就像个看客一样 坐在主位上 看着下头唱戏 心里想的却全都是 十多年前 淳于兰嫁到白家的那几年 那是自老国公死后 她过得最好的一段日子 阿冉不用替祖母担心 也看到你 祖母这心就敞亮了 老夫人总算露了笑模样 可有些人却并不愿意 看到这一幕祖孙和睦 白花言继续比稳 白和冉你跟我说清楚 谁周父亲死了 我什么时候周父亲死了 不等白和冉说话 红氏倒是先替她解了活 你刚刚不是一口咬定 我要当老夫人吗 爵位都不用世袭了 你父亲不死 我怎么当老夫人 再着 现在的老夫人可还在呢 你就说这样的话 是想干什么 你看看谁家的嫡女 是你这样的 白和冉点点头 是啊 既然叶姨娘 已经成了三夫人 那也就该 尽尽当主母的义务 首当其冲 就是将自己生的孩子 管教好 为其他小辈做个表率 否则自己的孩子 都是这副模样 你才有何脸面 管教别人的子女 就是想管 人家也不敢听啊 小叶是有些发懵 本来说好今日 借由沉婚定性仪式 历历规矩 数数微信 也敲打敲打府内众人 让这些人真正意识到 她如今在府中的地位 可是没想到 正事还没等办呢 白鹤染一进屋 劈头盖脸 就给她一顿训 这脸面扫得 实在是够彻底 白花言更是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甚至都开始怀疑人生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说敌女是 府里地位最高的孩子吗 从前的白金红 几乎承载了 她所有的希望和向往 终于有一天 这个位置轮到她坐了 却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为什么原来的香波布 现在变成了万人怼 为何白金红在时 地位坚不可摧 轮到她时 却连个妾都能指着她鼻子吗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 不要嫌弃咱家嘴笨啊 啊 就以太走 这次啊